浩南被大飞数十人围攻 眼见就要被活活打死 一声躺响传来 牛熊赶到 大飞表示 陈浩南迟早是死 让牛熊给个面子 别管红星家事 牛熊哈哈大笑 说他着急除掉陈浩南 只是为了继承 逼哥铜锣丸画史人的位置 大飞顿时大怒 我对逼哥忠肝一胆 又岂是你个条子能懂的 牛熊亮出身上糖果 才吓退了大飞 大飞临走时还在大方喊话 浩南的家人和朋友 一个都不会好过 众人正在发愁 如何相救浩南 花仔绒却打来电话 约小结巴见面 小结巴一心为救浩南 不顾大天二等人反对 前去赴约 大天二也告诉了 狱中的浩南 逼哥临死时 曾去过花仔绒的羊狗场 浩南已经猜到凶手 定是花仔绒 听到爱人又去见他时 再也忍耐不住 迫切想要出去 四个大人物 已经被大天二请来 牛姑本已退出江湖 见浩南有难 亦不容辞挺身而出 巴德攀仔 也是一向与浩南交好 最后一个 正是一代强人 双花红棍 力花整人 浩南见人已到齐 便说出了 想要约遇的想法 众人听后 均是无比惊讶 莫不作声 我知道很让大家为难 但你们与我 都是多年好友 我也不想让你们涉险 但现在 我老婆为了救我 身处险境 警察和红星社的兄弟们 又不信我 我只能来求你们 总之能帮我的话 我陈浩南一世感激 绝不会忘 不帮我也理解 不会责怪大家 四人听完 陈浩南的讲述 却齐声大笑起来 牛骨指着浩南的脸笑骂 十几年的兄弟了 你给我们这么见外 这么肉麻的话 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力花也是神秘一笑 让浩南晚上装肚子痛 到了医院 自己会想办法 浩南医疾行事 到了医院 力花果然神通广大 众人火速赶往酒店救人 此时酒店内 带着窃听器的小结巴 正在与花仔绒敷衍 企图从他嘴里 套出真相 花仔绒毫不隐瞒 爽快地交代了一切 原来他早已发现了 楼下跟踪的包皮 对小结巴彻底失望 准备了结了他 花仔绒拿出了 每次作案 必备的助性橘子粉 又给黑鬼打电话 让他带人收拾包皮 等小结巴发现危险 想要逃走时 已经晚了 花仔绒喝过橘子粉后 凶性大发 从身后抱住了他 包皮电话没电 正在交集等待 浩南大天二等人的到来 却被重重一棍打倒 身后黑鬼一群人 已经迟刀砍来 包皮被黑鬼一群人围堵 四下逃算 想要钻过铁丝网逃命 却因太胖被卡住 黑鬼等人一顿乱砍 包皮眼见无情 也是命大 用尽全身力气 竟然挤了过去 逃离险境后 急忙给浩南打电话 报告位置 花仔绒此时 在要力的催动下 已然癫狂 掐住小结巴脖子 要置于死地 小结巴拼命反抗 抓住水壶 砸中花仔绒面门 趁对方视线不清 慌忙逃下楼去 花仔绒紧追不舍 再次制服了小结巴 包皮也被赶来的黑鬼抓住 两人同时陷入了危难 危机中 浩南丽花等人 终于赶到救下了包皮 浩南面对黑鬼等人 正要动手 却被身后丽花挡住 快去救你女人 这些人交给我了 浩南心中感动 见包皮受伤不清 让大天二先去救治 自己飞奔去寻小结巴 黑鬼手下十二人 围住了牛姑巴德 巴德脱下上衣 严阵一带 牛姑 咱俩正好一人六个 公平公正 谁也不许抢 黑鬼久闻丽花证人大名 心中着实怕得厉害 但想只要自己解决了 眼前此人 从此便可扬名立案 强压心中恐惧 挥棒朝丽花冲去 丽花竟不避闪 左臂硬接下了对方攻击 右拳猛地打出 黑鬼便被击飞数米 不愧是全省 唯一双花红棍 仅仅两招 就打得黑鬼难以招架 黑鬼并不服输 起身在上 奈何实力差距过大 被丽花一顿戏耍 丽花不愿与她多坐纠缠 知她最大恶极 不再留情 突然一个发力 打断了黑鬼右臂 又废掉了双眼后 把她甩到路边 一辆垃圾车正好经过 结束了黑鬼的一生 黑鬼本来也算是勇猛 但还是选错了对手 牛顾巴德二人 也是游刃有余 解决掉了一群杂鱼 后能知道爱人处于危难 疯狂找寻 但迟迟找不到具体位置 筋贫力竭地倒在雨中 小结巴已经被发狂的花仔绒 摁在水里 拼命挣扎 但无济于事 终于停止了呼吸